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南妹厨房 今天用土豆分享一道特别检查的美食 麻辣土豆片 首先准备两个去皮的土豆 将土豆切成厚片 再放在清水中 然后右手搓洗掉表面的淀粉 再拎干水分备用 准备适量的大葱切成葱花 大蒜切成蒜末 装盘备用 锅中烧油 把控干水分的土豆片放入锅中 开小火慢慢煎一会儿 把两面都煎成金黄色时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调一下料汁 碗中加入葱花蒜末 一勺辣椒面 一大勺白芝麻 然后倒入热油 炸出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着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一小勺白糖 一小勺盐 喜欢吃麻油 加点麻油 然后再搅拌均匀 将土豆片倒在大碗中 倒入填好的料汁 然后抓拌均匀 使料汁完全裹在土豆片上 放在盘中 再撒上葱花 超好吃的麻辣土豆片就做好了 非常的新鲜美味 喜欢赶紧收藏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